歡迎收看 醫師好辣 介紹另外一位帥哥女女 好辣醫師團 超凡人疾病治不好 今天好辣醫師團要告訴你 如何擺脫讓人崩潰的難纏疾病 好辣軍團 遇過哪些超惱人的抓狂時刻呢 主辦小秘師李懿 嗨 嗨 嗨 剛剛有跟你說 但是有一次呢 我就是久咳不一 我咳兩個多月 然後你上節目的時候 就會一直這樣子很想要咳嗽嘛 就會影響到我工作 然後我回家的時候 我就很氣憤 氣自己 為什麼咳嗽不好 就一直垂胸口說 李懿你到底怎麼了你這樣子 對 結果我就把自己打到錯傷了 你也太激動了吧 對 可是因為你真的有一種 為什麼不好那種感覺 然後我不知道你會不會有那種 很想要抓狂的時刻 出外景一流汗 對 你的 你知道嗎 想要去刷它 稍微抓就不對 待會兒沖熱水會很刺 對 可是抓 一旦抓到又抓上癮了 對 泡完熱水又更癢 你知道 所以很 我覺得是很痛苦的 會抓狂嗎 會抓狂 我也想要打自己的腳一直打 真的嗎 不是 插也插過 所以說 醫生怕抓狂 對不對 總部才怕吃重刀 土水怕抓狂 病看不好真的是讓人很抓狂 今天要討論 有哪些情況是讓人家好崩潰的 沒錯 來看一下第一條 生氣器病好了又犯 每天看病就飽了 對啊 我們婦科 婦女朋友最頭痛的反覆感染 大概就是陰道炎 但是陰道炎 腫類有很多 有很多病原菌 其中最常見的應該是 黴菌跟細菌 這兩大類 還有一類就是 PE菌 大家可能不了解 是比較 很常見 可是大家不太清楚的 那我分享一個案例 比方說有一位 有一位26的女性 她就來門診跟我說 她的困擾是在於說 她一直反覆感染 那麼感染到最後就是 她逃避她的男朋友 因為她覺得 她男朋友每次說要 她覺得那裡其實 味道並不好 她是覺得很尷尬 因為她有發現 她只要味道不太妙的時候 她男朋友就會中途 半途而廢 所以她是覺得說 那不如就是能閃就閃 或者能夠清得比較好 她問我說 為什麼會一直感染 是我男朋友有問題嗎 還是怎麼回事 那我說其實我們的 經常的重複的感染 很多病人都說 抱怨說某某醫生看也不好 那個醫生看不好 那個看不好 我說其實很多時候 我看九成以上 都是有看好 問題是在你又感染了 所以上次並不是沒有治好 上次已經治好了 可是你的狀況 沒有改變所有感染 感染源就是說 如果以黴菌來講 其實它只要 潮溼的環境跟抵抗力下降 它就可以產生黴菌 香缸腳也是一個黴菌感染 它也是抵抗力下降 比方說你熬夜拍戲 你又潮溼的環境 在那邊泡水泡腳一天 那它肯定它要發作 那另外一個就是說 如果是細菌性的話 那就是你要找 它是哪裡來的 有好多是從肛門來的 所以很多時候 互相懷疑半天 只有是自家的肛門帶過來的 我想說 自己為什麼帶肛門的菌過來 他說我每次尿尿 上大號都從前面往後面衝 擦海是這樣擦拭的 都沒有問題 我說當然抵抗力不好這個問題 另外就是 你可不可以下次 在輕輕握我的時候 注意一下 不要這裡抹那裡抹 剛才可能抹到慧音部 抹到哪裡去了 等一下又進到裡面去了 這個可能性 我們大概都很少人就注意到 因為那時候其實已經 渾染忘我了 它清洗乾淨會不會有味道 其實很乾淨不會有味道 但是陰道裡面清洗 並不是好的主意 就是說正常來講 它是應該 抑菌是會讓它保持酸性的 除非是感染很厲害的時候 會可以短暫的使用那種 DVPS的那個沖洗液 否則其他食物是不建議你使用的 那對他來講的話 我就說那這樣好了 不然我們培養一下虛精 那一培養出來是打腸桿菌 如我所料 我說你自己 鋼盆就有打腸桿菌 不見得是你男朋友造成的 不見得是 所以我就跟他說 你的問題在於 你可能要想辦法去解決 你美麗的下降的問題 所以我說抵抗力怎麼好 我說抵抗力就運動嗎 多喝水 營養均衡 那如果真的沒辦法很均衡的話 吃一顆中紅維他命 也是一個補充 各方面都需要的 熬夜失眠是一定要改變 因為那個抵抗力一定會下降 那當然婦女朋友 還有一個不利的是月經 月經取得抵抗力是不好的 那月經前後又都是潮濕的 所以這個狀況也要改善 那如果是梅菌的朋友 我們會跟他說 你一定必須要 戒掉你穿牛仔褲的習慣 還有那個釘織褲 不是稀罕 又那個通風又不良 所以一定不好 如果女生穿男生的內褲 可能會好一些 通風 要通風 有沒有 四角的那種 對 在家裡啦 在家裡 對 在家裡也都這麼好 在家裡其實我覺得 如果你長梅菌 可以考慮不要穿內褲 像我穿光 很多自己人跟我說 會不會小孩子把情緒選起來 我說你要穿長裙 穿那個極西的長裙 你知道很多人 那個東南人穿沙龍裡面 並沒有穿內褲 真的假的 他們穿到 日本和服也不穿 對 真的嗎 沒有穿 他們多數是沒有穿的 因為這樣涼快 那加上就是說 他坐下來都不會穿嗎 因為太長了 他到那個腳踝 可是你很怕走路的時候 有蟲子 蟲子有內褲 他也是照樣可以 也是 就是翻山越嶺 你都會穿 其實在家真的是鼓勵 不要穿內褲 比較舒服 就一個寬鬆的衣服就好 其實有人因為穿訂製褲目的 跟有人不穿內褲目的一樣 就是說為了讓它曲線有沒有 沒有那個折痕 內褲的痕跡 有人這樣子 但我都建議說 如果你經常沒進感染 你洗完澡可以把它吹風吹乾淨 吹乾一點 然後你在家裡 可以考慮不穿內褲 那我們腸胃科 其實最常見的門診病人 就是胃食道逆流 那其實大部分胃食道逆流 給我看病的話 看一段時間 還是都會好的 然後可能偶爾你吃點甜食 或咖啡喝多了 會稍微發作對不對 可是有一些病人就是 遇到我們 病人自己也很傷心 就是我有一個病人 他是一個給我看了五六年的老患者 然後他就是一個胃食道逆流而已 可是他給我看了五六年 到最後連我自己都放棄了 我就跟他說 對不起 醫不好這樣子 結果我都已經絕望了 然後他 上醫師你都這樣講 那怎麼辦 他就每天就是常常 然後一直瘴氣這樣 然後我們做了好多檢查 微精包做了幾次了 然後也優門趕進吹氣 然後還有給他做個電腦 斷層看看他打嗝 是不是他的腹腔裡面 有什麼問題 什麼都做都沒有 最後就是確定 就是單純 慢性胃食道逆流 那這種病人就很頭大 因為這種胃食道逆流 有時候不是真的逆流 他可能還有一些自律神經失調 壓力過大 造成他一些腸胃那種 噴門的調控都出問題 那這種時候我們給他 他還給他一點什麼自律神經的 控制劑什麼用 都沒效 到最後他開始就是 講不出話 然後就是身帶受傷了 被胃酸燒傷了 然後他就自己很害怕 他以為他得喉癌 就跑去看耳鼻喉科 然後我說你沒事 你就逆流 你就去找腸胃科醫生 然後他又跑回來了 然後就跟我說張醫師 因為你胃食道逆流沒有給我看好 我每天晚上都口容很痛 我都睡不著 我現在要吃安眠藥 他就說 我真的好厭世 就最後到最後最後 我還是都沒有辦法 我就只能給他一些 腰物症狀控制 但是也只能讓他稍微好一點 可是他就是沒辦法斷根 而且症狀都沒有辦法到完全消失 但為什麼有治不好的病 其實有一些胃食道逆的患者 他本身不是單純的逆流 我們的逆流的東西有胃酸 那有一些人他是 還有一些人他是胃裡面的酵素 叫 或者是 所以說其實逆流的成分有很多 可是我們在臨床上 我們能用的藥物 大部分都是針對胃酸為主的 還有一些是台灣沒辦法診斷的 就是有一些是叫做什麼 就是他其實不是會使到逆流 他症狀是逆流 可是他其實是一種 他對食物過敏 他的黏膜裡面有那種過敏細胞 在他的食道裡面 所以造成說他一直有逆流症狀 但是實際上 他本身根本是個食物過敏的患者 而且我們也不確定 他是不是這個病 只能跟他說 可能有這個可能 你醫不好 你可以試試看查這些東西 但有時候病人不願意 或者是我們臨床上就會卡住了 所以有很多看不好的逆流 其實他不見得只是胃酸 他可能有別的東西 所以變成醫生也會有難處 是 我就看有一個朋友很瘦 他每次又愛吃麵包 又愛吃甜的東西 他都就少量多餐 差不多兩三個東西都要吃麵包 饅頭這樣 那我覺得他胃食道逆流很嚴重 他只要一碰甜的 馬上就起來了 對 那也治不好 這種治不好 像這種我其實都會建議 他們吃一些像 假如你喜歡吃麵包 你吃 裡面是鮪魚是又有DPA EHA 對身體比較好 它不是偏甜的 相對來講會比你吃那些 菠蘿麵包 瑞士捲會好一些 他這個比較麻煩 因為他吃不多 看他 所以兩根根本就要吃 因為一方面來工作 又找不到吃了 只有隨身攜帶這個最方便 對 所以那永遠看不好 應該徹底檢查 對 這要徹底檢查 不然會出問題 對 像我要講的這個病人 他就是在耳鼻喉科跟腸胃科 之間周旋 對 因為其實他就是 一開始他是覺得 他自己覺得就是喉嚨卡卡的 就是怪怪的 所以他就先去看耳鼻喉科 然後他去看耳鼻喉科的時候 檢查說都很正常 沒有什麼問題 那不然去做一個 全身的健康檢查好了 所以他就去做了一個 全身性的一個健康檢查 那檢查出來一樣就發現 他就真的有一個很嚴重的 在去看腸胃科的時候 他看完之後他就覺得 吃藥好像吃了一兩天 好像有好一點 他自己覺得有好一點 他就不吃藥了 因為他覺得吃藥有副作用 對腎臟不好 他又很能撐 撐一段時間 真的又很不舒服 又跑去看腸胃科 然後一樣就是去看了 吃了一兩三天的藥 覺得好了又不吃 就這樣反反覆覆 然後到最後 他自己也覺得很麻煩 因為為什麼 就是每次要去 後來就不理他了 結果一直到最後有一次 他就覺得他怎麼覺得 他吃飯的時候 竟然卡卡的 竟然會 對 他就覺得這樣 好像真的就不太對了 之後當然也去做一個 比較詳細的檢查 結果想不到 等到他這樣子 去檢查出來的時候 就已經是 第二轉三中間的檢查 怎麼這麼嚴重 因為其實他們有很多 因為我們腸胃藥 大部分不會經腎臟代謝 而且也沒有消炎止痛的效果 都是單純胃藥的話 對腎臟負擔其實沒那麼大 所以常常有一些人怕說 吃這些藥對身體會不會不好 你給專業的醫師看 其實就不會對身體不好 第二個事情 就是因為他自己又不看醫生了 可能他早就有狀況了 但是你沒有去找醫生 你並不知道 這個是有問題的症狀 變成說你自己延誤了自己病情 所以其實應該是有醫生幫你去把關 該吃的藥要吃 該有症狀要做檢查 要提早檢查 才不會發生像這樣的狀況 像那個鏡頭照胃鏡 鏡頭其實通過喉嚨 也可以看出它有沒有變化 像我們 我個人照都會照喉嚨 對不對 看它顏色 對 我們都會照聲帶 然後看它的開關 還有看它兩個磷狀窩 還有整個下菸部有沒有 怎麼樣 你有照那麼仔細嗎 有 我有幫你照那麼仔細 因為我去那邊 我是睡著的 對 它會到裡面幫我這麼仔細 真的講的是 講得一嘴好藝術 對 那那個 緊身起來就好 我們在走 有啦 瓜哥 你睡覺的時候 懸泳槌偏左邊這樣子 對 對 之前我是化妝品的品牌公關 然後我們工作時間都非常長 然後都坐在椅子上面 然後後來就發現說工作時間很長 怎麼好像下腹部 都很容易很長 很痛 那我就跟我同事說 我覺得我好像坐這邊都好長 然後他就說 我們女生的尿道比較短 所以我們其實是比男孩子更容易 就泌尿道感染 然後女生都會有偏方 他就說 你就去買那個蔓越莓來吃 對 然後不是都會有那個蔓越莓 還有蔓越莓汁嗎 然後我就每天都背很多 在辦公桌上面 可是吃了也沒用 然後就還是很痛 然後後來就想說 那我們就去看泌尿科醫生 蔓越莓是有效 但是是在你還沒發作之前 就要吃的 保養 保養 瓜哥這個很內行 對 蔓越莓 這個確實有研究 蔓越莓汁它可以讓那個 大腸感覺不容易附作在 膀胱壁上面 是預防 對 所以如果你已經嚴重感染 你一定要找醫生的 靠那個已經來不及了 結果醫生一看到我就說 你那褲子穿這麼緊 就是因為這樣子 你就很容易感染 然後醫生就問我說 那你是要漂亮還是要健康呢 那時候年紀比較小就說 那我當然是要漂亮 那你繼續養吧 你講 不要再去 然後醫生就會開消炎藥 但然後消炎藥吃了可能就 這兩個禮拜就稍微覺得比較好了 可是可能過一兩個月 又會開始發作 後來真的就是 也是有前輩提醒我 就說你不能這樣再反覆感染 因為真的已經搞了一年多了 而且他就跟我 他就提醒我說 你如果反覆感染的話 可能會不暈 那這樣我們當然很害怕 然後他就說 那你要不要去看婦產科 因為泌尿 這個醫生只管 就是泌尿道 那婦產科醫生 其實女孩子下面的構造 他比較懂 然後我去看婦產科的時候 醫生就說 因為我已經反覆感染 所以其實已經變成 骨盆腸感染 除了吃藥之外 那我就問醫生說 真的是除了穿牛仔褲以外 沒有其他原因嗎 然後他就會問 然後他就說 他覺得還是 工作壓力大 比較影響大 沒有啦 除了穿牛仔褲 信心也會也會 也會 可是發炎的時候 根本就不可能有 因為根本不舒服 我知道 有的是健康之後 發生之後就變成 你也要去尿道嗎 是啊 我說這個也是原因之一 不是光牛仔褲 瓜哥太美行了 已經幾年流行換了 已經坐三年都演半個年次了 所以瓜哥 你知道這幾年流行那個寬褲 就是我們女性下體的福音 因為它就變得很寬 那個風可以透進來 就會很涼快 各位知道 女性尿道跟男性差在哪裡嗎 女性尿道只有四公分 男生的尿道有十七公分 那差太多了 瓜哥你覺得是不是沒這麼長 開玩笑 瓜哥 你這還是不老實 因為十七公分 體患那一段只有一小段 一大段在體內 男性有一段在體內 所以那個細菌要跑十七公分 遠比跑四公分難太多了 那我們的社會 對女性的尿尿不公平 就是我們的廁所 比例太少了 比例不夠 不合標準 然後很多時候在排隊 那就乾脆不要尿 或者乾脆不要喝水算了 很多女生為了這樣很辛苦 你知道她們只要 急尿感之後再忍個半小時 差不多 對 真的 你看喔 過年期間到哪裡都塞的時候 男生大概已經尿一輪出來 你們還在 不是 重點是 因為男生只要有一根電線乾 或者一顆樹就有尿了 不可以 就跟狗一樣嘛 跟他多個成果 女生比較高水準 對 你們女生很可憐 在廁所如果要多幾個 其實應該是2比1 對 我覺得應該5比1以上 5比1 而且我覺得有時候 比如說像現在 過年有時候以前就是要開車 對啊 那個塞車那一段路 根本一滴水都不敢喝 完全沒辦法上 對 因為你光下交流到 不知道找廁所找多久 沒有啦 現在網路上 可以賣那種 女性尿袋 你那個尿袋的 瓜哥你對女性用 你好了解 對 我那個製作心有介紹 來耳鼻歐科看喔 不外乎最常見 很令人困擾的 就是嘴巴怎麼會痛 對 然後大家都有經驗 今天就是嘴巴破 就是你可能熬夜啊 或者是你吃到硬的東西 或者是你有一些營養不良 結食的時候 很容易就嘴巴破 那嘴巴破 大家就會想 來看個醫生 排了兩三個小時的隊 然後醫生就說 你嘴巴破 然後開一條腰膏給你 然後你就回家了 很多人就是因為這樣 也常常就是 後來把自己的嘴巴破 這個問題 搞到一個很複雜的境況 就分享一個 一個40歲的 一個便利商店的店長 晚上的時候 要自己執大夜班 然後他來說就是 常常就是 破的時候白天又要休息 他就很不想要看病 看醫生 然後後來就覺得 決定自己去買 市面上買那個什麼 蚊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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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蚊 就一直噴嘴巴 然後噴到後來 他就發現 過了兩個月之後 發現他的嘴巴一直都不會好 然後嘴巴越來越痛 甚至到整個嘴巴痛到 沒有辦法刷牙 這個就是他那個 嘴巴潰瘍已經有 因為你一直塗口內膏 跟塗那些 那個外來的藥粉的時候 其實會造成你嘴巴的那個 黏膜的一些免疫力會下降 這個已經很痛了吧 對 這個就會很痛 然後他就是 因為有黴菌感染 所以這其實你 擦口內膏的話 會越擦越嚴重 怎麼治療 都這麼吵 黴菌是白色那個的 這個就是要給他開 抗黴菌的藥物 要自己回去泡水 然後漱口 甚至比較嚴重的時候 可能要先服用一些 抗黴菌藥物這樣 然後另外一個就是 我分享一個 五十幾歲的一個大哥 他平常就是喜歡抽菸 然後吃麻辣鍋 然後也有喝酒的習慣 然後他也是因為 常常這樣子嘴巴破 有時候就覺得 吃辣的就是有時候刺激一下 反而覺得還滿爽的這樣子 然後可是到後來 他發現嘴巴破 就是破到後來成習慣了 習慣也都不看醫生 然後就後來就發現 他就覺得 自己左邊的嘴巴後面 後來跑到門診 我就發現 他的嘴巴潰瘍 跟一般的潰瘍不一樣 我們一般的潰瘍 其實是有一個 有一個明顯的界線 潰瘍中心都白白的 然後旁邊就是一圈這樣子 有點類似像火山口這樣 可是他的沒有 他的潰瘍是一個 一片 然後紅紅的 看起來就 沒有邊界這個樣子 然後幫他切片之後 發現什麼 對 對 所以就是那個嘴巴潰瘍 其實有分很多種 你可能有時候 可以自己去買藥的時候 真的沒有好的話 趕快 超過兩個禮拜 要記得趕快來看醫生 對 所以醫生的 醫生的職責 不是只有開藥給你 醫生其實是要診斷 對 對 你看的時候 有一次我去洗牙 他也是放 這明明大概下面 有發現一個白白的一點點 那個女醫師就想說 你這個要不要 我幫你去做切片 我說 這麼小切你的頭 是不是 不是 你要不要 要不要先觀察一下好了 他就會關心像這種一點點 他就想要去做切片 對 當然不是 就是說他會很關心 所以要注意到自己身體的 健康跟變化 是 真的 對 我之前剛才陳醫師這樣講 我就 因為我其實之前也是有口腔 破得很嚴重的例子 前幾年的時候我也是安排 就是過年的期間 然後兩個禮拜的時間 我就是安排自己去美國 還有日本去玩 然後因為那時候是自己一個人去 然後去的時候也是第一次 所以你知道就是年輕 你去那邊你會覺得 我什麼東西都要玩 然後就是只要有哪個點 不管是從早到晚 我都不會放棄 然後但是你一開始去美國的時候 那個時差的問題 其實就要調一兩天 然後那兩天我就一直在撐著 就是告訴自己白天不能睡覺 然後撐到晚上的時候 朋友晚上可能要去夜店 然後去哪裡玩 我就叫他一定要帶我去 因為我沒有去過 我一定要去看看 然後去完夜店喝一喝 喝完之後 你會覺得說那個還不盡興 我還要回到家裡 繼續跟朋友聊天喝酒 都沒有時差問題 精神就來了 精神就來了 因為喝酒就很亢奮 然後完全就也不睡覺 然後大概到第三天的時候 我就覺得我的嘴巴有點不太舒服 就開始已經破兩三個洞 但是我覺得破兩三個洞 我是一個非常可以忍痛的人 我就覺得沒有關係 我覺得就是讓他痛 我這邊我還是要繼續玩 然後當時就是加上我的飲食 因為我到美國的時候 我就吃炸汁 吃薯片 都很上火的 對 都很上火 但是我覺得沒關係 因為年輕我覺得我可能 又難得來美國對不對 難得 他就是一個撈本的心態 對 我就是要玩到滾 你知道嗎 然後到第四天的時候 我們又去拉斯菲加斯 你知道去那邊我要看秀 然後晚上的時候 要去消毒一下 你知道整個就是又沒有睡覺 然後沒有想到 我就是到了那天的第四天 我這樣子一整天沒睡覺之後 我的嘴巴已經夠七個洞 翻過來這邊一二三四 而且兩個洞 還會大到連在一起 然後這邊後面的壁 都有一個洞 兩個洞 然後到了 就是第四天玩完之後 我又第五天 我回到就是他們的住假的時候 換到另外一個朋友家 他看到我他整個嚇到 他說你的臉怎麼了 因為已經破到 我整個臉都腫起來 然後眼睛又變超小的 然後我講話都不太能講 但是我又覺得 然後我說男朋友說你到底是瘋了 我說但是我的嘴巴真的好痛 你有沒有什麼東西可以用 因為我就覺得說 去美國看醫生很貴 然後我想說不要看 我就是如果之後休息 應該會覺得好一點 然後他就拿他們家的一些噴的 然後什麼軟膏 睡覺前就這樣叉叉叉 但是要隔天起來還是很痛 然後一直痛痛痛 痛到大概第七天 因為我要去日本玩 然後我就想說 我就繼續撐著 但是那洞有一兩個油好了一點點 這是一路玩到掛 對 我一路玩到掛 然後那邊的朋友來接我的時候 他又嚇到說你到底怎麼了 我說沒有 你可不可以先到我去那個藥妝店 我其實在那邊還是繼續玩 但是我有收斂一點 就是晚上的時候 可能該睡覺的時候多睡一點 但是我覺得那個洞已經嚴重到 沒有辦法那麼快癒合 直到我回到台灣已經兩個禮拜了 然後我才願意去看醫生 然後看完醫生 醫生還跟我講說 你這個有點嚴重 因為那時候我在想說 我的洞這麼多 然後破成症癌 我爸爸又是口腔癌過世的 所以我才開始有危機醫師 你還有這個基因 對 我有基因 而且我爸爸是口腔癌過世之外 我爸爸的哥哥也都是口腔癌 然後我才想說 我這個動我再不去看 我是不是口腔癌 然後我臉已經腫到那種 我經紀人不認得我了 然後我才去真的去看醫生 然後看醫生 醫生才跟我講說 我就是睡眠不夠 然後又沒有喝水 就叫我一定要好好地休息一個禮拜 然後嘴巴就是 有給我那種漱口的胃巴 就是叫我要漱口 然後讓我的整個嘴巴口腔好了之後 才可以就是 你才可以正常 就是你要怎麼樣去玩都沒有關係 你看 這時候就是要好好休息 再年輕休息不夠 你看你還是會上癡 對 對不對 這個啊 最常見的嘴巴的控告 大家看它其實是個小病 可是其實它真正的成癮 其實還不是很明顯 就是還不太知道 然後大部分都研究來說 這是跟你體內的免疫物質 可能有身高有關係 所以就是怎麼樣 我們抵抗力會下降 就是你熬夜 然後緊張 吃炸辣 對 吃炸辣 然後或者是你一些 做期不正常 然後飲食也不正常 有偏食的情況 這個都有可能會讓你嘴巴有波動 那這個口內膏 當然是一個救急的辦法 不過就是 用久了就是可能會有 因為它裡面就是肋固醇 對 裡面肋固醇 就是要降低你發炎 所以你的嘴巴潰瘍 才會比較快好 另外一部分就是 因為我們嘴巴潰瘍之後 你可能會 不想刷牙 或者是嘴巴會有 真的很刷牙 對 會 所以反而你嘴巴裡面 細菌會更多 如果用威士忌 你樹樹果的 對啊 那個情勢太高了 嘴巴 嘴巴 這些樹我還可以吹下去 你直接吹下去好了 其實我有一個 大概三十幾歲的一個工程師 在新竹科學園區 那他也是因為壓力很大的時候 他在二十五歲左右的時候 就開始發現說 他嘴巴怎麼開始在破 然後他破的時候 剛開始沒覺得說 是不是壓力大 火氣大 或者是熬夜的情況所導致 跟大家想法都一樣 所以他那時候就是想說 沒有很嚴重的話 就大致上就是 自己可以買得到藥膏 漱口 或者什麼偏方 他就先去想想看 就繼續用 用了沒有效之後 等到他的嘴巴一連串 破了十幾個洞 這十幾個洞是沒辦法吃吞咽 又很困難 然後還會破到舌頭跟喉嚨後面 就醫的時候 醫師會覺得說 這個好像怪怪的 就把它收進去做檢查 過程中他有只注意到 他的嘴巴是破的 可是他沒有注意到 其實他還有和平 但發燒的問題 剛開始他會覺得說 是不是我口腔因為破皮破得很嚴重 有感染 然後所以那時候就給他打抗生素 看看可不可以去做消 就好了 可是又復發 到最後他走遍好多醫院 中部 南部 北部 哪裡都去看 看完之後他後來到我們的診間就說 陳醫師那我的嘴巴這樣子怎麼辦 然後他說有一個醫師跟他講 你的嘴巴會不會是一個免疫上面的問題 因為民眾的觀念就覺得免疫只有 免疫低下的時候才會出現這個問題 可是他沒有想到免疫高的時候 也會導致這個問題 叫做自體免疫的情況 結果後來我們幫他做檢查之後才發現說 的確他真的是自體免疫導致的 反覆性的潰瘍破皮的一個情況 那個叫做 那他會合併發燒 反反覆 反燒 破皮 凝巴結 腫大的一個情況 他其實是一個疾病 那這個疾病其實是非常難診斷 在男生很少見 那女生比較稍微多了一點點 可是你如果沒有稍微去注意一下 沒有找到對醫師 你可能整個診斷都會是錯誤的 像我會反覆發生的是長睜眼 有一陣子他睜得很長 就是比如說我快好了 好了可能一個星期之後他又再長 我自己還會用一些偏方 就是我長睜眼的時候 我的奶奶會幫我綁一個 黑線在中指 我不知道你們有沒有 綁在中指 對 綁在中指 就如果是長在右眼的話 就綁在左手的中指 我也不知道他原理是什麼 但是他真的就是會消掉 因為有一次我 所以我以後陸陸續續 他一有長睜眼我就會綁自己綁黑線 那有一次呢 他就長了真眼 我試了各種方式 就是綁黑線 然後還有聽說人家說反手 就是讓我過去拉眼皮 我也試過 但是就沒有消掉 醫生就說 你這個應該不是真眼 那他就給我一個藥去擦 結果是在眼睛這裡 靠近這裡的地方 長了粉刺 所以很多天 那你去找幾粉刺的就好了 因為他太靠近眼睛裡面 很痛 他很腫 很痛 所以我不敢做什麼 然後 你就擦藥好了嗎 對 擦藥我過了幾天 他就自己掉落 我之前也是免疫力不好的時候 我一個月長過三次針眼 然後有一次就可能 他就有腫得比較嚴重一點點 我就想說好 那隔天我就要去擠 然後當天晚上睡覺 我跟我妹一起睡 我妹睡姿很長 一翻身一拳 就整個打到我針眼的地方 那不用擠了 剛剛我活掉 那反而沒有破 他反而造成我就是 眼角膜有點受傷 我等於不能擠針眼了 因為他流出來的膿 會整個感染到我的眼睛 結果然後他就反而更大 然後我是腫到整個眼皮 蓋到眼睛這個地方 然後是完全針不開 一個月才好 不過我們沒有 來我們看第二樣 好 第二樣 抓狂 抓狂時刻 這些時間點讓人好崩潰 哪些時間點呢 大概早上趕著送小孩子上學 傍晚趕著接小孩放學 而且趕著要煮飯 還有晚上睡前時刻 其實都是媽媽非常抓狂的時刻 大家會覺得 有一個婦女朋友 他來找我的時候 他說他晚上非常抓狂 為什麼你知道 因為要轟小孩子睡覺 小孩子讀小學 他必須早點睡 所以大概跟老公說 如果是十點以後 就不要找我了 所以他要求的媽媽之後 對 可是一個難題就是 晚上十點 五十點多後 公婆還在外面看醫師好辣 公婆又不睡 那他就可以忍耐 他說這個我可以忍耐 我可以這個咬毛巾 我可以抓什麼 都可以忍耐 他說有一個事情 是最近很苦惱的事情 你知道嗎 好辛苦 他說因為他生了兩胎之後 他不知道為什麼最近開始 陰道會排氣 像放屁一樣 對 他說每一下就來一個 噗一聲 那我說那你覺得很困擾 他說尷尬 其實對我們雙胞來講 是覺得還有點趣味性 這個還不能說非常困擾 但是總覺得說 可是外面會聽見 那這很苦惱 就弄了很久後來 他跑來門前說 醫生這怎麼回事 我說陰道排氣 這狀況有幾個 第一個是你看生產的時候 有沒有很困難生產 當初有沒有獵傷到肛門 他說應該是沒有 我看看說外觀是沒有 不過如果很小的樓管 就是肛門跟陰道有樓管 叫做肛門陰道樓管 它是可以讓氣 從 因為肛門那邊有氣 職場那邊有氣 可以跑到陰道這邊來 不過這個不常見 而且我問他說 曾經有陰道排出糞便 他說不曾有見到過 我說第一個 那就可以排除 我說第二個是乾頭 有一些產氣的菌 可能產生這個問題 我說不過第三個 是我覺得比較常見的 你們覺得稍微 私密處有比較鬆死 他說是有比較鬆死 我說有一個問題 就是說你們發現 在某一個角度比較會 他說好像是 我說你回去試一下 越平行就越不會 越乘一個角度 就是會讓那個氣 一擠進去 然後再出來 灌氣進去 灌氣然後進出 進出空氣 我說如果你將來 也許你可以去用一些方式 來塗膜 或者打什麼雷射 玻尿酸 打基點什麼 各種方式都可以 或者是手術 各種方法都會有 但你現在最簡單的是 自己先採用一個 比較不會出聲音的知識 急診最怕的就是半夜怪人 像有一天就已經過了半夜 就那個有一個女生來 她主述說 然後我就看到一個 哇 化了濃妝 然後還塗很厚的那個眼線 還有假睫毛 還有戴那個隱形 那個變色眼片 放大片 對 然後她就過來 她就說她眼睛很痛 我說你痛多久 她說一個禮拜這樣 我說你有一個禮拜的時間 你有一個禮拜的時間 可以去眼科診所 然後你現在來急診這樣 然後我就說那 我說我先幫你看一下 結果我幫她看了之後 覺得還是有一點問題這樣 我說這樣好了 我們到早上 讓眼科醫生先睡覺 我們到早上 我再幫你會診 她就說 你這樣是急診嗎 我說那 你本來就有一個禮拜的時間 你可以去好好看專科眼科醫生 然後你現在來急診 然後你要找眼科 我說那我幫你問看看好了 結果我問了眼科眼科 就說好吧 那我來吧 也幫她看了 幫她治療了 然後這個時候呢 就要等那個眼科醫生 開處方嘛 所以就等她下來 結果病人先下來了 然後她就開著面吹 說怎麼才不讓我走 我不是可以走了嗎 我說我要先等那個處方來 我確定了 我看過了 然後我要開給你 她就說 然後就我們還被罵 然後半夜還把眼科醫生叫起來 然後全部的人為了你 可是其實這個是 平常你可以去看的 就拖成這樣 然後我們還被罵沒有效率 那還有就像有一天呢 就有一對夫婦來 也是很慌張 然後就抱著一個八個月大的 那個很可愛的一個小女嬰 那小女嬰 我看到說還好啊 她就是疑啊很快樂啊 然後從頭到腳剪才沒問題 結果她爸就 她爸整個人看黑眼圈 都是血絲這樣子 就是說 然後我們怎麼樣哄都沒有辦法這樣 結果她媽媽看起來更慘 好像每天晚上都必須要這樣陪這個小孩子這樣 可是我們當過爸媽都知道 小朋友其實就是會有這個時期 尤其在嬰兒期 就會有這個時期就是 結果她到醫院的時候有哭嗎 沒有 所以我就從頭到尾 我還是幫她檢查 確定沒有問題 尿部還翻出來 看看有沒有散氣啊 或什麼腸子有沒有問題啊 都沒有問題這樣 而且她在那邊活力非常好 而且準備要睡了 對 然後我就跟家屬說 這個是每個父母都會經過的 其實小朋友都會有這樣 有一些可以哭更久這樣子 可是其實沒事 我就跟 我就看那個媽媽 我就看起來就是 這個小朋友應該作息是很亂的 我說其實你現在回到原點 我們開始做她的紀錄 她每天什麼時候喝奶 什麼時候尿尿 把她紀錄下來 你會找到規律 這樣很快的半夜 她可能就不會再起來了 她半夜可以睡到隔夜 你也會輕鬆這樣子 對 像你也當媽媽啦 有時候妳白天還要到 半夜到急診室 對 那妳回去碰到小孩哭 當時小孩子還小的時候 就是如果我在她的旁邊的話 我就是百分之百的陪伴 我也很珍惜 所以我還OK 我小朋友的便當都有自己做 到現在也是 對啊 所以我OK 對 有的真的是很幸福 有小孩子來報恩的 對啊 對 當醫師最抓狂的時刻 就不外乎之前 大家有一個 有聽到就是 2018年其實是很多名人 就是 往生的時候 就像諸葛亮有大腸癌 只要一名人有往生 然後新聞就會報說 那個 然後安迪就是 食道癌 然後就會寫 可能 胸口 胸口灼熱 然後有一些 然後就要趕快來 醫院看醫生 有可能是食道癌 然後那個時候 那一個期間就是 耳鼻喉科醫師 跟腸胃科醫師 我相信 業績都會好非常多 對 常常就是我後來就會 遇到一些病人 那個這位先生也哪裡不舒服 沒有 我剛才看新聞 就覺得喉嚨卡卡的 所以想要來做檢查 然後我幫他做完 就是可能就是來 就是說做個內飾鏡 幫他檢查一下 看到說 到底有沒有不舒服 有一些 胃食道膩有的現象 我說這可能有一些 胃食道膩有的現象 然後他看到 我看到他的喉嚨 有一顆 稍微有一點 紅紅的腫塊 通常是一些良性的 像是淋巴 或者是一些席肉 然後就說 這你喉嚨有一點腫塊 可是大概 大概百分之九十不是惡性的 然後這個先生就很緊張 我說 那是不是百分之十 有可能是惡性 可是如果你要確定的話 可能就要做手術還怎麼樣 他說 醫生你確定嗎 我說我們可以再觀察 基本上觀察也是一種治療 有時候醫生叫你回去觀察 不是不理你 是因為我們要看說這個病 這個腫腫塊或是這種病 它有沒有什麼變化 然後結果 後來這位先生 他每次 我在門診的時候 要結束 他就會來 如果要止掛之前 他就會說 醫生我要掛號 然後再來就跟我說 醫生你覺得 那個百分之九十 不是惡性的對不對 就這樣每次都會 跟我爐了二十分鐘 然後有時候中午的時候 十二點超過的時候 還要吃飯 然後還要跟他講話 然後最後我說 不行 你可能去找腸胃科醫師 如果腸胃科醫師幫你做胃鏡 然後我就請他轉去腸胃科醫師 做胃鏡 送去腸胃科醫師 果然那個地方真的沒有問題 對 後來還好就是之後就OK了 就交給腸胃科醫師 對 減肥好抓狂 你想吃什麼卻都不能吃 真的 減肥是女人一生的置業 人家聽到減肥整個精神都來了 前一陣子就是有很流行一個叫做 對 大家都幾乎都 可能甚至自己都試過 那我在門診有一個患者 他就是 本身就是一個中廣型肥胖 然後他就是一個 代謝症候群的患者 他的三酸肝脂有點高 然後腰味比較大 然後有高血壓這樣子 那他就是 在網路上看到這個生酮飲食不錯 然後他就自己試了 然後就吃了差不多一個月 結果一個月以後 他就發現說他只能吃肉 然後只能吃油 那他不能吃澱粉 可是他開始就變化很嚴重 所以就跑來看診 然後就肚子脹氣痛 一直排氣 然後沒有大便 那我就跟他說 你這個生酮飲食 一般根據統一大概40%的人 在第一個月吃完 就會開始有很多腸胃道症狀 你本身代謝症候群 最好是不要吃了這樣子 可是他就不聽 他就跟我講說 你就開軟便藥給我就好了 我再回去自己看著辦這樣 那我後來遇到這種患者 就心裡面秉持一個原則 就叫 就是說 我跟你講了 你會聽他很好 我來幫忙你 我跟你講你講 沒關係 那就放生就可以了 然後 所以我就把他放生了 我就真的開了軟便藥 就叫他回家這樣子 然後結果又過了兩三個月 他又自己出現了 我都沒有給他預約掛號 我想說這個就 你就自己回家 繼續試看看就好了 他就跑來了 然後他就要求說要抽血 我說你怎麼了 為什麼又要抽血這樣 他說 我還有在吃生酮飲食 然後 我最近這個關節都覺得脹脹的 然後不太舒服 他說 我會不會有痛風 好吧 他有症狀 然後他本身代謝症候 我給他抽 結果一抽 結果他痛風尿酸不高還好 結果他的 我們那個所謂的叫壞膽固醇 就是低密度膽固醇 正常值是130 他就吃了兩三個生酮以後 他就大概 對 然後我跟他講的時候 他整個人就是很崩潰 他說什麼東西 我這三個月 我除了肉和油 我什麼都沒吃 我不但沒有瘦 我還變胖 我胖了三公斤 現在你還跟我說 我的什麼壞膽固醇190 我到底是 他就開始就瘦了這樣子 而且我跟他說 這個190的話 根據美國的心臟科指引 還有台灣的健保指引 你假如三個月後 還是190 你就要吃膽固醇藥 而且有時候 有可能要終身吃藥 他說 他整個人就 等一下... 後來他終於就聽話了 他就聽了佛祖跟他講一句 他就懂了 他就回去乖乖 趕快吃健康飲食 高纖維 慢慢... 再幾個月他就OK 又沒有事情 對 我覺得那個做女生真的很辛苦 因為減肥是我們一輩子的課題 所以我剛剛剛剛就說 那種減肥 我真的覺得感同身瘦 你知道嗎 像我們就說 都要比平常人還要再瘦一點 對 因為你要做藝人 尤其我們臉比較圓更可憐 真的很可怕 可是呢 就是還是愛吃啊 怎麼辦呢 然後我有一陣子就覺得說 我出國一個月 然後回來之後就忽然變胖了 然後我想說不行 每次跟小柯拍照的時候 他的人是只有長這樣子 我想說我要用激烈的手法 讓我自己瘦下來 於是我就結食 就結食完了之後的結果是 我腹胖得很快 對 然後呢後來他們想說 你不能這樣太激烈了 那我想說好吧 那我就試試看 就吃水果就好了 因為水果很健康啊 我就晚上肚子餓就吃水果 結果我的媽呀 結果到了下個月之後 我就胖了三公公 真的是三公公 我就問我那營養師的朋友 我說為什麼 為什麼我已經都餓成這樣子了 他說因為呢 你那個水果裡面有果糖 雖然它是健康的 可是你吃那些糖分之後 反而讓你的體重上升了 我就想說 那到底該怎麼辦呢 然後就前一陣子就好多聚會 對 你知道我就是用餓肚子的方法 然後可是我朋友看到我就很可憐 他說我告訴你 不用這麼辛苦 我介紹你一個小紅包 小紅包 對 小紅包 這個叫做小紅包 這個小紅包呢 為什麼呢 它很厲害的地方 是因為呢 它裡面有兩個錠 我打開給大家看 它呢 它就是會 我吃了它之後 它就讓我 增加我自己的一個身體的代謝 你知道就是覺得說 你要女生有時候要去喝下午茶 就想說 那我要點紅茶 我不要點蛋糕 對 然後我就是吃蛋糕 那我不要再喝咖啡什麼之類的 所以我會發現說 因為澱粉 它就是會囤積在我們的身體裡面 然後我朋友就介紹我說 我告訴你 他說這個小紅包 它可以阻礙你的這種 澱粉的這個吸收 然後它裡面一打開 它就有兩錠 你知道嗎 然後它裡面 為什麼它會讓我的代謝 就是說變得比較快 而且我排便也變得比較順暢 為什麼 因為它裡面有一種叫做 然後還有一個所謂的什麼 很多那種很厲害的東西 就幫助我們代謝 然後它有一個代謝錠 然後它這個代謝錠裡面 就有綠茶紅素 綠茶紅素 對 然後它裡面青蔬還有什麼 黑胡椒 什麼黑蒜 我可以拿嗎 菊姐 可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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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後最主要是它這樣子 你這樣子一次吃兩錠之後 它就可以阻礙你 就是說身體裡面的一些囤積 然後我就是覺得 我早上起來以後 排便變得比較順暢之外 我就覺得我的身體 變得比較輕鬆 我整個氣色就會變比較好 那有時候你知道 難免 比如瓜哥要請我吃飯 我怎麼好意思說不吃 對不對 那我就帶一包小紅包出門 就先吃了它 因為我以前都看那些女生 這樣偷偷摸摸的 你知道嗎 我也會做 是不是 我都會在包包裡面撕開 其實每個女生都會偷偷吃這些 對 然後她說你吃什麼 那心眼好的 就告訴你說 我吃的是小紅包 對 那如果心眼不好就跟你講 沒有我感冒 對 我在吃感冒藥 就吃吃吃在吃這些東西 沒有 一般都會講說 大餐前這個好 這個吃下去會阻斷你的油 什麼的 對 其實它就會讓我們的身體的代謝 會比較快一點 對 我們有營養師來補充一下 好 因為其實我覺得 隨著年紀越大 我們的基礎代謝率是會下降的 然後可能我們沒有足夠時間去運動 沒有對的飲食 這些脂肪就很容易 累積在我們腹部或者是內臟 就引發我們所謂的一些慢性病 像我就有遇過一個 大概五十歲左右的媽媽 然後她就是想要減重 這個媽媽一開始她就是 就只吃水煮蔬菜 然後跟水果 她都不碰任何的油脂 所以其實真的還瘦滿快的 因為其實我們以營養學來講 她就是熱量減低 所以她一個月內 她就減了大概五公斤左右 可是她減了大概五公斤左右的時候 其實這時候她就是 遇到了所謂的停滯期 因為她只吃水煮的青菜 然後跟水果 後面她就覺得 怎麼會越來越 情緒不好 而且就是我的體重都掉不下來 然後她還是繼續這樣吃 她每次都跟我們營養師 發生說我好痛苦喔 後來有一天她就覺得情緒非常的差 她就說她不管了 她想要正常吃 結果她那一正常吃不得了 她已經就是把原本的食慾 通通就把它就是找回來了 結果她的那個體重反彈的速度又更高 那其實剛剛有提到就是 可以增加我們的代謝的部分 就是有那些黑色食物 然後還有綠茶裡面的 那這些都是可以幫助我們 提高我們身體的一個代謝速率的東西 那這個是一個提高代謝速率 那剛剛又回頭過來講 我們如果要讓我們的身材 保持在一個比較健康的狀態 第一個就是不要太多熱量進來 像這個商業裡面的酵素 就是商業萃取出來的酵素 它可以 所以這個就是商業酵素 它一個比較特殊的地方 然後有提到砂集油的部分 其實砂集油它算是一個好的油 那它本身的一個抗氧化能力 也是非常強的 所以它在我們的身體裡面 它是可以參加一些 脂肪的代謝 也就是可以利用好油 去協助不好的油代謝的一個部分 所以其實整體來講 就會減少多餘的熱量進來 然後再把一些 我們原本的基礎代謝率 把它提高的話 所以這樣就是可以幫助我們 就是減少一些 不必要的熱量堆積 身體反而會變動 會讓人真的很壯 但錯誤的治療方式 可能會越減重方式 可能會越減越重 所以讓自己生活不再崩潰 首先當然要擁有 良好的生活作息 規定運動 適時的紓壓 才不會讓自己的心 越來越累了 身體會越來越崩潰 謝謝大家 謝謝大家 謝謝大家對好辣醫師們的支持 記得訂閱醫師好辣YouTube頻道 還有按下鈴鐺 收看最優質的內容喔